这样擦 志工将彩色墨条在桌上配水磨开 涂抹在陶土玩偶上 一旁也有好几个被磨上色的玩偶 都是周末小朋友们认真玩墨的杰作 为了迎接即将开馆的横山书法艺术馆 桃源市立儿童美术馆因而策划了新展览游墨 透过歌诗互动装置 带小朋友们从玩耍中认识墨的颜料特性 那在现场呢我们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 在现场了解智墨的历史 了解用墨的游戏来体验玩墨 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 那在展览期间呢 我们也规划了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展 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工作坊 另外展览供邀请七位艺术家 展出如用墨之制作出气候递景的创作 以及利用典藏艺术文物介绍墨的历史和特质 让现今线上有机会接触到墨的小朋友 能亲近墨的历史 幽默这档展览是以墨为主题 邀请了不同世代来自港中台的艺术家们 一共七位在现场展出他们的作品 我们也结合了故宫博物院 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 也延伸设计了一些互动展区 以墨宝开箱 墨气实验跟库墨游戏 三个子题来做规划 展览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5号 官方也开设一系列 邀请舞团《至末之人》的工作坊 欢迎大小朋友前来看展玩墨 记者刘雨晴 桃源报导